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市长谢国良宣布 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担任金融政策推广大使 希望借助杨宝珍 在年轻人及网络社群的影响力 为市府的政策 加强网络宣传的力道 大家就这一段时间来 一直不断的关心 甚至很多的鼓励 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付出 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和金融市长谢国良一起现身 正式宣布杨宝珍将担任 金融政策推广大使 我相信现在北北基陶 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那本身这四个县市政府 其实也都是有相关的 一个合作的平台 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的整个合作 还有相关的一些连结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 也因此呢 最后来到这个基隆 希望未来 不管是在对于额少处 可能有一些富佑的 或是额福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可以有所发挥之外 未来当这个市政府这边 有其他的一些政策 想要做更多更多的推广 那我这边也会去透过 不同的一些媒体平台 然后包含在网路社群的部分 也都会来进行一些推广 那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来认识基隆 这座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 我虽然这个平常住台北 但是因为我这个 也很喜欢来基隆看海 然后还有逛这个庙口夜市 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一个城市 而且它相对也会是一个 很好的旅游的观光景点 它在年轻人的领域 在妇女儿少的领域 都有很多的好评 那它自己的IG社群媒体 也是我们这个 目前没有办法去 达到的这种影响力的 这种程度 所以我相信有它来帮我们推广 我们目前已有跟未来要推出的 一些儿少妇女的市政工作 我相信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今年二月杨宝珍持去民众党党职 在金融市副市长邱沛林居中牵线下 杨宝珍决定和金融市政府合作 其实主席他在四月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他其实也是表达非常的支持 那他也认同说我接下来在 市政相关的一个宣传的领域 可以有所发挥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其实基隆本身已经算是蓝白河了 因为我们的副市长 其实我们的邱副市长呢 他也是民众党党籍的 所以其实大家本来就认为 基隆有点算是这种蓝白河的一个示范区 所以我过来其实并不像外界所说 是不是跳船或什么的或跳槽 其实我现在也还是民众党员的身份 所以我相信未来在政党之间 如果可以去降低对立 然后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对话 然后跟合作的管道 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多数民众乐见的事情 基隆是一个 我觉得打造友爱城市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 因为其实过往我都觉得 在政治圈太多太多的肃杀之气了 所以如果真的在市政方面 然后甚至可能在一个城市的宣传方面 我们可以散播更多的爱跟温暖的话 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也最后决定来到基隆这边来进行一个合作 那至于说是不是未来选议员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能距离选举期间 其实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现在谈都有点过早 那我现在现阶段 就会先把基隆的这个政策推广的部分 先把它做好 全力以赴 杨宝珍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不同媒体 社群管道 宣导和推广 更多散播爱和温暖 让大家看见基隆的多样风貌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全市第五座的室内儿童热园 位在安乐区 市长谢国梁特定和政策推广大使 一起到这里 陪同孩子们丢球打怪 坐小火车 行销基隆市这五座室内儿童热园 保证姐姐打怪好猛哦 让一旁的小朋友也卯足全力丢球打怪 市长谢国梁也加入战局场面激烈又热闹 不只可以丢球打怪 还可以坐着小火车看蝙蝠 蝙蝠 市长谢国梁和政策推广大使 杨宝珍一起在山洞前 贴上蝙蝠 让小火车载着小朋友 穿过象征流民船隧道的山洞 绕行一圈 大家都很开心 位在安乐区副幼馆7楼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管的全市第五座安乐室内儿童乐园 4月初正式启用后就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玩 基隆市长谢国梁和副市长邱佩玲 特地和新任2024基隆政策推广大使 也是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一起来这里陪同孩子们丢球打怪坐小火车 行销基隆市这五座室内儿童乐园之外 未来也会协助行销基隆市其他的重要活动和景点 这是我们第五座的室内儿童乐园 然后也开始融入更多地方的特色 所以这个隧道其实就是我们基隆最有名的流民船隧道 那近日因为它很出名的是 在隧道里面已经有看到蝙蝠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伟伴单位 应景的希望我们把这个蝙蝠 把它放在这个隧道的这个门口 那其实我们每一座的室内儿童乐园不只好玩 现在都会融入一些当地的特色跟文化 让亲子活动也有寓教于乐的效果 那这个隧道就是流民船隧道的意象 所以我们每一个当地的这个建设跟室内儿童乐园 都会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等等 就是接下来有不同的这些活动啊 比方说像这种场馆的一个开幕啊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更多的去宣传 然后让大家认识说 原来其实基隆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景点 然后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室内的设施当中 然后所以不只是你可能下雨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到室外去看到这些实际的一个建设 但你到了室内的场馆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然后甚至家长朋友也可以去 透过这样子去跟小孩子 然后去做一些教导 然后甚至可以跟他们做一些 从小就开始宣传 然后让他们更认识基隆 基隆市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是台湾第一条铁路隧道 封闭15年后完成隧道主体 以及光环境整修开放民众参观 隧道上方还有十多只台湾叶鼻符 因此小朋友在安乐室内儿童乐园 坐小火车过山洞 看到蝙蝠图案时 也可以由管内人员做生态保育 以及铁路隧道历史意义的讲解说明 寓教于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声援国美秀特地争取经费 协助太患中山消防分队18张旧床垫及枕头 另外也结合中山爱心协会捐赠了21条全新的棉被 让队员们非常感动又感谢 在消防分队长陪同下 市议员郭美秀走进中山消防分队队员背情室里面 坐上去10年没有更换的床垫 坐下去凹陷 更别说睡觉时躺下去一定也是凹陷 基隆市消防局中山分队21名消防队员 多年来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休息执勤待命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认为 再苦也不能苦到负责在第一线救火救灾 水里来火里去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打火弟兄 因此特地争取15万元左右经费 协助太患掉18张旧床垫 改换全新台湾制乳胶床垫以及枕头 另外也结合中山爱心协会 出钱购买捐赠21条全新棉被 一次我听到这件事我真的很心痛 我没有第二句话就说 好明年我会帮你这句预算 那今年度我真觉得这笔预算 就帮他们买了18组的乳胶床跟乳胶枕头 那另外我们爱心协会本身抛装饮浴 然后也送了21件的棉被 然后让我们中山区分队有一个很舒适 让我们的前线的英雄们能在一个很容易入眠 然后精神保持很饱满 很有精神的状况下 那为我们民众服务 对于美秀姐的爱心和贴心 让中山消防分队队员们非常感动又感谢 非常感谢郭一元美秀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在从成立中山分队以来 至今第一次可以换床部这样子 那同仁对于有心的床部的话 相信在他们的睡眠品质下 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那同时呢我们的同仁在服务的 服务职的这个状况下 也相对会更好的 那另外也谢谢中山爱心协会 捐赠给我们21组的棉被 那虽然现在是夏天 不过我相信这份温暖可以一直持续到冬天的 谢谢 郭美秀强调要让消防队员休息时 能够一较好眠 才能够真正补充体力和精神 继续守护市民和大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 今年推动社区美化 基隆渔港峰会与市议员张浩瀚 一起举办完美角落活动 用美去装点与解决社区的问题 让社区更有温暖 拿起废弃的符纸 小朋友全神专注 气上颜色 原本废弃的符纸 现在变成五彩缤纷的艺术品 在环保之工 陈信柱老师指导下 小朋友进行海废创作 渔港峰会举办完美角落活动 将浸滩减实来的海废 替和平岛社料理进行社区美化 在我身后的一个巷子 是位在和平国小 以及天后宫之间的一个巷子 那其实这一条是现在和平岛 非常多的观光游客 朝圣的一个巷弄的一个空间 那我想今年特别感谢 基隆渔港国际青年商会 那结合我们在地的社团 以及小学 然后做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彩绘 以及共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希望说透过 每个学生的一个艺术作品 跟在地居民来一起 共同认养这样的环境 把我们的社区营造的 更加的美丽 所以特别用我们的一个 海废的渔标来做一个彩绘 那希望说就是类似一个 力争上游的一个概念 那每一个来到这边的游客 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这个社区的一个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参与社区彩绘的社友们 仔细在墙上彩绘 在贴上符纸 让单调的社区围墙 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我本身从小在和平国小念书 然后我从小对和平岛算是 算是很有在地情怀啦 那其实我们有去访问我们社区里的里长 然后我们跟社区里长讨论过了以后 我们觉得他每年都会在这条路上面做清扫 然后我们觉得这条路也蛮适合符合我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看其实他们的墙面以前都非常的朴素 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点 所以我们决定选这条道路作为我们这一次渔港完美角落的呈现地方 那就是为社区解决 找到社区的问题 然后为社区解决 然后并且把美的元素带进来 让这个整个地区是更加的有温度 对然后带来好心情 那以往呢 我们都是比较大面积的去彩绘墙面 那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方式是 想要再加进 就是环保的元素进来 所以呢 因为我们是在基隆嘛 金融在地就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所以我们就发起了我们先去进滩 进滩之后呢 再来进街 进街之后呢 我们把进滩减到的海费 然后邀请和平国小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认为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社区活动会更加的有意义 所以我们有邀请了和平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 然后请他们先把家中的废弃 不要的废弃物带来学校 那么一起进行小鱼的创作 这是我们SDGS里面的其中一个海洋生态 然后还有就是美化社区 对 那这个主要就是会跟小朋友做结合 然后小朋友来彩绘 对 然后再来就是鱼标 我们来回收 把飞器物再来重整美化社区 透过这场海费创作 让小朋友响应SDGS永续行动 从玩乐中学习 一起为环境永续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基隆五人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以回收物品为原料 发挥创客巧思 打造出一系列充满创意 且令人惊艳的微型舞台作品展 一百多件微型舞台 展现五人国中九年级学生的创意 在宛如老师的引导下 孩子们以回收材料 发挥创客精神 完成了一系列经验的异想空间 抄袭金 神影少女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哇好厉害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细致的手 我觉得这些同学们 未来都是建筑师设计师 令人惊叹的作品 往往要克服不少困难 更要花时间不断改进 试着用一些纸箱 让它拼凑 然后变成一个建筑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花很多时间 包括在凭假的假日 我们就会约到家里做 不只花时间 还要克服种种困难 像是光线配置 就更改了好几回 那个面板是没有放上去的 而是盖起来的 然后可是因为光线太然进不去 所以把它掀开 光线背景 都是舞台上的重要元素 这组小美人鱼的场景堆叠 颠覆了学生想象 原本是想说小美人鱼的场景应该最好做 没想到它应该最困难 背景要上色会花比较久 然后还要等它干 所以就会更久 它的场景要放很多石头 然后它的从上看到下 或是从平面看的话 就是看起来会很不一样 因为如果从平面看的话 前后的高低就很重要 或是角落要怎么堆叠 想了很久这样 克服视觉盲点 打造3D创意舞台 这组蘑菇服饰店 要挑战的还有尺寸契合度 那在制作的时候呢 因为东西所有都需要缩小它的比例 在衣架上面就会很难去跟衣服做契合 让衣服常常有挂不上去 或者是掉下来的情况 那在这次的制作中呢 我们遇到了非常多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中间也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它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象中的 场景所做出来 那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历经了创作到策展的完整过程 孩子们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学习经验 在学习单上给予作者回馈 体现了展览对创作者和观众 都是一种学习 就是看到学长姐做的这些作品 就觉得他们很用心而在做 然后每个作品就是 但是它的含义都不一样 即使是利用废物去制作 他们也能让那些废物利用的废物 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价值 呈现精正的成果 由赖统筹规划的宛如老师全盘设计 他很感谢所有随时支援的同事努力 一起将空间打造成小型美术馆的展览场地 让每一件作品都能在自己的独特角落 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老师默默地说 哎 桌子借你 哎 我再给你个什么 然后有一天放学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了海报 然后还有人说 借我这个地方 然后借我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群孩子 其实更棒的事情是 做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 其实很多都是不花钱的 自用回收物 然后他们再利用再创造 然后赋予他们非常多的新生命 我觉得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头 其实这一届的实施的年段是在九年级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抱歉 因为他们快会考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很享受在里面 然后非常的抒压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一次我觉得 我得到的收获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在整个过程里头 将艺术场馆搬进学校 孩子们在学校就能受到艺术薰陶 是校长的智学理念 我觉得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美术馆或博物馆 以前我们办广达的时候 是用别人的展品 让学生不用去美术馆也可以看 那这个展呢 却是学生自己亲手做的 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而且里面有很多作品 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暂许孩子们的创意巧思 也经验观展的学生们高度的自律与专注力 从发想到实践 一路领航 让五中学子一员为行舞台展之梦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在瞬息万变的竞技场上 每分每秒都要保持专注 我从不担心眼前的挑战 因为我可以快速振重发心 只要用行动装置 扫描交款书上的QR Code 缴纳使用牌照税也能一样 精准俐落 还有多元的缴纳管道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轻松缴纳 113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follow me 多元管道真便利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六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的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 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疑虑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提起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层栽 机车放在绿角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一年一度的全国中的学校运动会 4月20号在台北市盛大登场 大会的圣火来到基荣 市长谢国良率领南荣国中的选手们 在市府门口迎接 同时也期许本市代表队在全中运 战获夹击 113年全中运即将在台北登场 大会圣火15号抵达基荣市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迎接 接下来我们请秘书长呢 交给我们基荣市的大家长 我们的谢国良市长 今年全中运圣火3月25号 在台北市政府点燃 并随即展开环岛传递 圣火队15号由新北市抵达基隆 好 请看向记者及媒体朋友 从台北市政府秘书长 李泰鑫手中接过烛火 再传递给教育处代理处长 楊桂杰及南国中圣火队 今天是我们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圣火传递 那基隆呢是我们全中运的压轴厂 那所以我们谢国良市长也亲自来接圣火 那接下来在下礼拜 就会是我们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开幕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 都能够齐开得胜获得胜利 去年基隆市在全中运 获得了五金七银十铜 总计二十二面奖牌 刷新的近十五年来最佳成绩 市长谢国良也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缔造更好成绩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 将在五月二十六后进行改选 前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的主任林明志 抢投降 一早就到党部领表登记参选 前立委蔡适应服务处主任林明志 一早现身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宣布登记参选 下届是党部主委改选 中生党员就是我们比较 对党比较有支持的人 会直接去办理中生党员的 林明志秀出民进党中生党政 强调投入主委改选决心 希望能够赢回基隆人过去的光荣感 事实上心里有蛮多想法的 第一个是在 牛昌市长跟蔡世英立委的任内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基隆的发展 跟基隆的光荣 那因为这两次的选举 有许多不利的因素 于是乎我们政党的执政权 又重够到国民党的手上 我想这是很多基隆党员 都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明志之前担任过立法委员 蔡适应服务处主任 以及立法委员陈超隆 国会办公室主任 同时我也担任过 第18届的市议员 那我想我应该有这样的能量 能够配合党部相关的政策 然后支援我们所有各级民代表的需求 当他们最佳的后盾 那很感谢也很高兴 能在这时间跳出来 为我们基隆的民进党市党部 提供一个最重要的服务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现任主委苏仁和 已经连任第二届 依照党章规定将进行改选 15号一早开放领表登记 在我们民进党金融市党部的立场 我们欢迎所有有志从政的党员 有意愿为公众服务的党员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党职的改选 我们都热烈的欢迎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党员 也能够深入我们的社会 投入更多的公寓活动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所有基隆市民 可以更加认同我们民进党 林明志抢头箱完成登记参选 现任市议员也特别到场 表达支持和肯定 很高兴能够看到我的前辈 那也是我大哥林明志 我们前议员能够来登记 我们基隆市党部的主委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重担 也是个重任 因为他其实要沾望 我们2026的市长跟议员选举 那所以其实对于基隆市党部来讲 我相信以林明志他的专业 以及他过去为我们基隆市 大大小小的战役 可以说是无意不予 在各个选战上面 他都有非常这个熟悉的操作的方式 那我相信以他的这个带领 或者是进入基隆市党部 能够为党部带来一番新气象 也可以为我们基隆市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党部主委改选开放登记到4月19日截止 外传有其他党员有一角逐 市党部强调只要是优秀党员都乐观其成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投资标股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刚刚老师就成了十万 我刚刚成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夹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民到100元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探贾郎 5号这行阿靠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郎 特定区域小心 简术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展包租带馆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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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租带馆333 帮便行 安心住 幼儿专责医师 陪伴宝宝走过0-3岁 黄金发展期 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 整合性处理照顾 不只宝宝看医生 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 每次见面 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 11月1日起 宝宝出生 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 医生神队友 医生好帮手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职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剑是否下载了侵权